我邀请你,有个问题 登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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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登 勇啊还知道 勇啊 勇啊 揭啊 揭到二个 揭到十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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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背后有人用墊子抽懂 我看到一个牧羊人 有一个牧羊人 一个年轻人在牧羊里 像在这个垫子的龙 变着他抽啊 抽谁啊?抽那个撬骨的人啊 也就是说前面有个人在撬 登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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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登在撬骨啊 后面有个人用皮鞭了 变着 叭叭 抽那个人啊 这是象征的意义啊 前面那个人没什么撬骨啊 在隔着毛泽动啊 在隔着毛泽动啊 然后被迫的 前面一个三辈老孩年纪到的 后面一个是年轻人的 穿着那个 这个像马甲一样的 那个扣子扣起来的 像马甲一样的东西啊 就是那个三辈那边退伍的那种 年轻轻的 不要 一直抽啊 一直抽啊 这个时候出现了一个叫做刘志丹 刘志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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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什么年轻人用皮鞭抽那个老年人呢? 因为年轻人的无知啊! 年轻人的无知啊! 年轻人的无知啊! 用道的呀! 气死那个老头啊! 敲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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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敲了五年到六年以后 这叫什么? 叫修成的正果 四三年不算下 四三四四五四六四七四八四九 难怪是五六年修成正果的 然后敲啊!敲啊!敲啊!敲不敲啊! 把一个老婆啊! 抬到了天文前楼上啊! 抬到了天文前楼上啊! 然后啊! 然后老婆在天文前楼上说 说啊! 中国人民冲着站起来了! 说这句话的是啊! 那个老婆啊! 在他裤袋那边呢! 在他裤袋那边呢! 借他的那个下棋啊! 在你他的那是灵魂啊! 借他的下棋啊! 借他的下棋啊! 为什么? 那个老婆呢! 乔骨啊! 乔骨啊! 帮他乔骨还不满意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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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还不满意,把老毛撞牌不满意 因为被鞭子冲在那里撑死了 但不是真正的,鞭子这个倒戒在撑死了 就用正式勾压把这个老汉搞死了 所以,老汉在硬间,老毛在说中国人们从此站起来的时候 你看一下动作,老毛说中国人们从此站起来的时候 他把他的裤子提了一下子 你知道为什么提了一下子吗? 因为那三位老汉很牢火,在他们抓他裤裤 所以,你如果看那个纪录片的话 看开古大姐的纪录片的话 如果没有三姐,就会有毛泽东提那个裤腰带的动作 但如果已经进过三姐,就没有那个动作 就有了三位老汉 一个三位老汉就是捏他的那儿搞完了 捏他搞完了,捏他搞完了,又捏他裤子 所以他能这么弄 但这个场合,你不能手掏到下面去 掏那边,所以他提下裤子 提了一下裤子,有这么一个动作 有这么一个动作 所以,你们可以去找一下当时的开古大姐的纪录像 如果找到圆板,就有这样的动作 有这样的动作 这个手上拿着那个稿子,这个手上拿着那个发言稿 这个手上就拿着那个提了一下裤子 是这样提的,直方出面提了一下 你们不知道的人背后有个三个老汉 捏他的搞完了 捏他搞完了,为什么? 是那帮子被政治高压下,拼命吹捧怕的人抬上来的 抬到北平了 实际上那个人气得,恨得,咬牙气痴 恨得咬牙气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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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那个陕北老汉 陕北老汉 经常抓他搞完了 还有是抓他肛门 还有是抓他肛门 所以毛泽东经常肛门出血 所以经常肛门出血 那个出血我还真的临牌过 那时候临牌的就是和中国政治有关 所以老毛除了搞完被抓以外 还有肛门出血 就是那个老汉给抓的 但老毛呢 刚刚出血的事情 很多人不知道为什么 这会影响他的惯会形象 所以会影响他的惯会形象 所以啊 很多人不知道这个事 很多人不知道这个事 然后呀 那个陕北老汉呢 恨得咬牙气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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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啊 那个陕北老汉全靠 富了很多很多人啊 富了很多很多人啊 所以啊 中国人的牙齿啊 多么好 中国人的牙齿啊 多么好 为什么 帮我们这个陕北老汉去干了一大片 干掉了一大片 对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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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说到这里的时候啊 那个陕北老汉 终于松了一口气 不拼命咬牙关了 终于有人把他恨了 把这个恨得咬牙气痴 已经传递到人间了 终于把这个恨得咬牙气痴 传递到人间了 嗯 但我们知道啊 当我把他恨得咬牙气痴 这个信息啊 传递到人间一刻啊 传递到人间一刻啊 那个陕北老汉 就躺在那边安息了 安息了 安息了 然后啊 感觉肛门那边肿啊 一圈肿啊 肛门那边肿啊 肛门那边肿啊 没什么肿啊 那个虎劲啊 我现在看到虎劲啊 虎劲干什么 喷气啊 点火喷气啊 点火喷气啊 要放微星啊 要放大药菌啊 大药菌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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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来那个陕北老汉 可以安息了 但是没有安息 为什么 他还有心思啊 还有心思啊 放微星的时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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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曾经好多人也在催啊 也在催啊 所以啊 所以啊 那时候参与放微星的人啊 很多人啊 肝门出问题了啊 为什么 放微星的时候 肝门要 要 放微星不是要火箭发射嘛 发射的时候 肝门 他屁股那边要火喷出来嘛 什么火喷喷喷的 火喷喷的 火喷喷的 所以啊 人家那个初学的 肝门初学的人也挺多啊 肝门初学就火喷喷的 火喷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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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有一批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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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现在这边收养啊 收养啊 后来到了张庆草 姚文人 那个时代啊 那个时代 他们还没忘记要背上老子东啊 还在写啊 还在吹啊 老文人去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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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们还在吹啊 还在捧啊 还在照着捧它去啊 从来没有发生过的 所谓的光辉巡像啊 光辉世界了 所以啊 中国就没名堂就没名堂来 对北人 就不断的让他给他踢进了 对北人 不断的给他踢进了 但那普通老百姓啊 不断的踩在脚下 不断的踩在脚下呀 踩在脚下 踩在脚下 这脚踩在脚下 还要踩上脚啊 这是什么 你说这个世界公平吗 这个世界就是不公平的 这个世界就是不公平的 大权闹 当了大官 小老百姓被踩在脚下 难道我们要想建议这样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吗 或者要想建议这样一个共产主义国家吗 人们 人们已经决行了 现在我看到了郭文贵啊 工贵啊 工贵啊 不断的在 在演讲的同事啊 把那个三美老汉 敲在大波 敲在大波 敲在大波的形象 一点点还原回去 一点点还原回去 突然突然打回原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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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直接倒下来,根本没法安息。 为什么? 他干的太多坏事了。 歌颂保泽东本身就是在造孽。 歌颂保泽东本来就是在造孽。 所以这个孽障已经到了他的第三代了。 所以现在病的人很多很多。 现在病的人紧盆着的很多很多。 现在那些什么? 那应该是妇女。 光的甚至在大街上喊救救我的儿子。 也不灵了。 为什么? 曾经造了你的态度了。 现在终于开始要算总账了。 所以在这个社会底下, 这个是叫贡业,犯的贡业。 谁也逃脱不了。 谁也逃脱不了。 这就是中国的公民。 好在有了郭文贵。 好在有了郭文贵。 在进化我们中国的社会。 在进化我们中国的社会。 原来牙齿啊。 最近牙齿遇到有问题啊。 原来要查这个消息啊。 郭文贵就是在进化我们中国的社会。 突然冒出来一个词 人干着善良的事情的时刻,干着善事的时刻,人的面相就好 为什么? 有那个观音菩萨保卫他,一直在跟他摸摸脸,他很均衡地摸摸脸 那些伪类,为什么个个长在外观点上,脸上也很难看那些伪类 因为被印尖的那些,不但在这边脸上打一拳,那边脸上打一拳,这边打一拳 这边打了一拳,哪有脸上还长得很纠正的吗? 那个最近跳出来的一个小丑,那个小丑,哎呀,我也懒得说这个人的名单 你看,他的脸下面就嗷嗷的,嗷嗷的 他不再被印尖打脸,他不说话也被打脸,说话也被打脸 没什么?他的心是坏的 尾上的很好,但超过硬件的那些,报复啊 文贵啊,跑到哪里,哪里都有在帮他呀 天上的,地上的,人间的都在帮他呀 所以啊,一句话叫文贵必胜 好,说完这句话,我的牙齿慢慢就恢复了啊 亲自做出来,人格必胜 不能藏在肚子里边 再见了 再见了 好 好 好